哈喽大家好,这是我的学校同济大学 我叫张静雯,来自马来西亚 我喜欢上海四季分明的天气 上海的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特色 春天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遍地的樱花 尤其是我们学校的樱花大道 在上海的话一定要来打卡一次 在开满樱花的草地上躺下 感受着徐徐的微风 看着微微飘动的樱花 真的会让我在雪月上紧绷的心情都放松下来 而夏天呢虽然很热 一出门就会变成湿搭搭的 但是夏天却是少不了户外活动和冰淇淋 偶尔出门晒晒太阳也会让心情变得很好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 秋天的天气和温度都很舒服 也是最多人愿意出门的一个季节 我最喜欢和朋友在上海的街道上骑行 边骑边看 看什么都觉得很新奇 我在去年的秋天去了上海迪士尼 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静圆玩耍了 连中午的温度都是很温和的 一点也不会不舒服 而冬天呢 冬天是我最不能适应的季节 因为我们国家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全年都可以穿着小吊带 而冬天对我来说就是寒风彻骨 但在去年冬天当我第一次看到雪的时候 真的很兴奋 看着它在我手上画掉的感觉 真的很神奇 从刚开始独自来到上海 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小窝 一群有趣的朋友 还有一个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的男朋友 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我成长了许多 我经历了搬家和室友 从上课到现在实习 从独自一个人 到现在渐渐熟悉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 现在的我在一家设计院实习 每天早上要急早高峰 乘坐一个小时的地铁才能到公司 我从一开始的难受到现在的习惯 我已经在这其中找到自己的快乐 现在居住的地方很有生活气息 每天早上骑车到地铁站的时候 都会经过菜市场 看到一群老爷爷奶奶在买菜聊天 成韵 我就会觉得很亲切 在地铁上我会听听podcast 让自己的脑子更加清醒 也可以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 收获更多知识 在上海我也找到了我最爱的运动 现在每周只要有空闲的时间 我都会去攀岩馆待着 在攀岩的时候我能忘掉一切烦恼 而且上海攀岩馆的攀岩氛围很好 所有人都很亲切 也会互相鼓励 就算是攀岩小白也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 我是真心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的包容度很高 就算是很多小众的活动 运动和展览都可以在这里被找到 也可以找到一群喜欢他们的人 希望我能够在这片土地上面留下更多的回忆 我赶不易想尬 这座城市 我只能够在这里 好 我看